缝手前小黄瓜 还有这三斤中的甜笋 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 绿竹园山鼠农场的小花 将自家农场出产的作物 制成蔬菜饼 搭配研磨出的黑豆酱油 将蔬菜的鲜甜提饮而出 可以吃到在地的蔬菜 还有口感就是很清爽 里面有用的 自己种的薄手瓜 然后还有那个小黄瓜 还有自己种的小黄瓜 还有这融入鲜甜竹笋的汉堡肉 先煎后蒸再烤 入口即化好美味 用蒸的主要是要让里面 先完全熟 然后之后我们现在 还要再做一个烤 会到很清淡 然后口感也是 还可以咬得到 那个里面的蔬菜的 那个脆脆的 蛮适合夏天吃的 很清爽 而这甜龙笋 可是产自自家农园 跟着农场主人 陈寺福陆山区 体验亲手栽笋的热曲 这个很多啊 你看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那边 这边也有 很多啦 这个现在刚好是出产期嘛 找这边弯弯的 用力把它压下去 没有声音就断了 有一点声音 脆脆的声音 没有声音了 好 来挖一根了 很棒很棒 而且这里真的很舒服 这个整个竹林啊 风声啊 鸟叫啊 敲山声团队 以竹子当容器 制作吹蒸出的笋子饭 悬用水月农庄 自然农法栽种的稻米 与笋子交织出鲜甜的吼滋味 好好吃喔 因为我的栽碗比较好吃 栽碗 与敲山声青农 共同设计研发的食农野食 融入美学艺术 还以自家酿制的蜂蜜制成饮品 沁人心脾 在丑民鸟叫的大自然交响乐陪陈下 品尝七毒的山产美味 感受这片土地文化的连结 与生活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简直就拿起来 这是田龙笋